王老师刚刚讲说 我们社会上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 那个沉默大多数数量的多寡 来自于政府对相关资讯的揭示 透明或不透明 因为我没有得选择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发表意见 所以我就具体的建议是这样 第一个 政府应该立即告诉大家 我坚持要完工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你要在最短的时间把它罗列出来 这个事情已经吵了这么久了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说真的 要何能跟不要何能 台湾有没有理性探讨的空间 前几天 先不要完工 刚刚明里有讲 那是他的说法 那是他的说法 我要的是政府的说法 因为我们相信的叫做政府 不然我要这个政府干什么呢 好 我们台湾有没有理性 要讨论何能的空间 我讲实话 我不见得有那么大的空间 前几天反风车的人才冲去 才冲去经济部里面 对不对 而且他的理由只是 那还是风力发电而已 那当然每一个有大致不同的理由 但我认为在核四这个议题上 第一个 政府立刻把这个所谓的 相关资讯揭露出来 第二个 我也一直觉得说 政府一直要求完工 完工之后才能进行 安检的这件事情 我其实有点存疑 为什么 这一项核四厂的工程 已经完成多少了 应该最少99%已经完成了 请问你未完成的那些东西 是不是会影响核电厂的安全运作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这些资讯 它搞不好只是旁边 周边停车场的工程 或什么围离的工程 它没有完成 那会不会影响 我直接在这个核车反应楼上面的时候 这个运转上面的稳定 我们实际都到核四厂去看过 我们大概理解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讲说 这个东西还没完成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大致的主体都完成 所以我觉得政府不要 也想着抱着 就是说打混的心态 你只要讲什么 我就觉得你是在反对我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 不行 我一定要做完 我才能怎么样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政府跟民间最大不同的地方 在于是政府是有能力执行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我反对民进党有立委 他不问政 干脆剃了个头 坐在那边静坐 因为你是立法委员 你本来就应该去监督行政部门 这是你的职权 我自我放弃了 他在体制外面 你一行用静坐的方式 我认为大家可以理解 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于心不忍 但是你一个拥有实权的立法委员 当我在国会 我都自己放弃我的权力 只表示说 我也要跟着你在体制外抗争 我认为这就不够理智 所以相对的对朝野来讲 如果今天陈明毅 明毅的那个说法说 这个就形同于何事就废掉了 那如果是这样 我也觉得民进党也应该去思考 就是说大家 大家站在各自的立场去想 永远不会有交集 我们不想看到一个总统 跟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 两个在那边 他没有意义 就大家把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冷静一下来做 行政部门 真的有行政部门 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一番两瞪眼说 我就立法院怎么样 我就尊重他 说真的国民党团 那样的一个决议 根本完全不碰功口法 OK 好 真良 就回归 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这个是高度专业 所以很多资讯 都是台电跟经济部在公布 就这个礼拜 他突然公布一个资料 说到2018年 这个被载电量 才会跌到10%以下 9.8%嘛 对不对 那以前你为什么 告诉人家2016呢 那怎么突然之间 又增加两年了 对 就往后延两年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后年才会确定 这个就是人家为什么不信任 因为盖核四就是因为 它占了15分之一的电量 那人家就认为说 电不够 所以核四一定要 比如说备合不用 我们明英雄讲的 对 那你如果数字可以这样 调来调去 这个礼拜才公布 对 对 没有错 那人家难道不怀疑你吗 对 这个是那个蔡伟源 在那个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这个台电的董事长 他回复的 就是说如果核四停建 加上核一核二核三厂停役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在110年限电 经济部跟台电公司跟原能会 从来都没有讲一样的话 对 他们的说法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民众也无所适从 不知道听谁的 刚才几位来宾都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针对现在大家还没有办法形成共识的部分 我们再追下去讨论 那我刚才一直希望这个蔡伟源能不能够 就是说针对这个前提我们先解决 然后我们再来接受后面这个公投 可是大家都还是希望说 你最后如果还是要输出公投的话 尤其是林毅雄先生 他觉得他其实本来是赞成公投的 后来就是发现执政党的公投是门槛太高 他认为那个时候鸟笼是公投 所以他已经心死是他 当时朝野同意说公投法的修正 应该立即启动协商 没有错 当时的国民党也是赞成的 好 结果后来就停摆了 后来我们提出修正案 连程序委员会都过不了 好 那我们这个节目叫做从台湾看全球 到底全世界的公投法大概是怎么样 各国的公投的门槛真的是比我们要低吗 那大概的门槛是多少呢 意义又是代表什么呢 玉蓉 好 确实我们在马苏会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马总统不断的强调说 公投法的门槛不是重点啦 但是我们的苏主席却说 那也不是重点 结果双方开始你来我往 搞到最后好像一点交集通通都没有 但是很显然呢 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公投 但是大家对于公投的想法跟想象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就先来看看 国际间到底人家的公投门槛是怎么样的 帮你列出来在美国各州呢 它是绝大多数采取简单多数的方式 投票者呢 有效的票 过了半数之后 就是同意 就是通过 当然呢 会有看看议题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而在英国呢 大多数呢 也是采取简单多数的方式 但是如果议题不同的话 可能会有附带不同的门槛 必须是议题来决定 另外上次在法国 它采取的也是简单多数 另外在德国各邦呢 在大部分都没有限定最低的投票人数 但是有部分有限定是 要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数来投票这个门槛 当然也必须来看看议题 甚至在瑞士呢 其实他们的采取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采取的是双重多数 当然你会发现到说 在国际间好像都有定一些游戏规则 但这个游戏规则大部分都还是简单多数 但是必须看议题来决定 只不过这台湾的核四议题 大家都很关注啊 而且真的就像我们来宾讲的 在资讯还没有办法很公开 很透明 很完全之前 确实可能很多的事情 大家没有办法来决定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了 事实上人家在瑞士的时候 他们是在1848年的时候 建立了一个公民投票的制度 而且到现在公投次数 已经超过400次了 内容是很广泛的 而且超过投票数的二分之一 就能够通过 当然对比一下台湾 因为我们的马总统 也不断的强调了 有两个二分之一的这个门槛 是不是马总统认为说 这没有过高啊 因为重大的议题 本来就应该尊重绝大多数的民意 最大多数的民意 但是很显然跟国际间相比 似乎台湾的门槛还是高了不少 OK 好 那继续 我再请教一下这个马凯教授 就是我们听起来 看起来在国际间 事实上有些公投的门槛 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的 但是现在马政府 我觉得马总统他 比较坚持的一点 倒是说这个公投的门槛 他个人希望不要下修 当然我不知道 也许国民党团 现在自己硬起来了 他们有自主性了 对不对 这个不是江慧申委员还说吗 这个作为代议士 不能失掉自己的灵魂 那我们也期待 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代议士 能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 真正是为民喉舌 然后来回应这个民意 可是就您一个经济学者来看的话 核四这个事件 如果诉诸公投的话 您认为它的门槛 到底是高一点好呢 还是低一点好 因为它毕竟是攸关我们这个岛上 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还有我们未来的竞争力 还有经济力 等等的 您的看法 首先单就公投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因为公投它是一个直接民主 对 它直接让人民来决定 它要什么不要什么 在一个民主制度很健全 这些民意代表都非常能够 表达民意的时候 公投也许没那么重要 但今天台湾我觉得公投很重要 因为它代议制度已经失败了 我们的执政党永远用多数 来强力通过 而再一党永远用杯葛 让一事不能进行 所以事实上我们代议制度已经瘫痪 在瘫痪的情况之下 公投显得格外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过去这个高人坎市的公投 几乎都不能够成案的话 我认为是应该降低 让我们这个逐渐进入真正民主制度的这个国家 能够在代议制度失败的时候 还有其他选项 同时呢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 也许可以让林一雄先生呢 他就爱惜他的生命 就不要再继续进食 可是就整个这个核四公投而言 我觉得刚才这个板子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板子这个说是重大拖这个板子 如果立法院党团 他们真的做成这个决议 我认为他们应该寻求在立法院里面 得到在野党的这个支持 让他通过 这个整个这件事情里面 它有好几个重要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 安检如果没有通过 核四式不能运转 而安检通过之后呢 它仍然不运转 要由商转的公投 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运转 所以我觉得的确了 如果照这个方式的话 我们今天所顾虑的问题 几乎完全解决了 对不对 大概唯一像刚才蔡委员所指引的就是 安检这件事情 它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定义是就目前 我们所定的这180多项 项目的这个检测 叫做安检呢 还是这个项目都完成了之后 还要看地震的影响 还要再看这个两岸发生战争的影响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安检的这个范围就无限放大 我觉得今天如果是理性讨论的话 安检的范围应该非常明确 就是双方 这个国民两党双方都同意 我们所谓的安检 指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安检变成 它要不要运转的条件 如果这个都同意了 最后 如果这个公投的题目 是是否商转 这个其实对反对党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这个假定 在立法院全部都通过 这个案件呢 基本上是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在这时候呢 在野党仍然坚持 要把这个公投的这个门槛降低 那是他这个搬砖头 扎自己的脚 因为如果是是否商转的话 门槛越高 不运转的可能性越高 但是把门槛降低了 反而有可能是让它商转 所以我想在这时候 全部的问题几乎都解决了 现在唯一所差就是 它能不能正式立法 变成国民两党的民意代表 共同做成的决议 而这个决议呢 可以约束行政部门 如果这样的话 整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这可以做立法决议 对